寒冷的冬季 每家边境的圣劳伦斯河 冻得渐渐湿湿 放眼望去一片荒凉 似乎少了点烟火气息 在距离这里不远的一座小镇上 艾迪一家三口就生活在这里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15岁正在上中学 小儿子6岁还需要人照顾 人到中年的艾迪 此时正抽着烟默默流泪 生活的重担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来 看着催款的账单 只能擦了擦眼泪 咬牙坚持下去 不多时外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 小儿子兴奋地跑了出去 因为他知道要搬新家了 行李也已经收拾好了 中介说只要补上 4000多美金欠款就OK了 可是艾迪现在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只能撒谎说 自己的丈夫已经出去抽钱了 中介人员已经听够了他的说辞 要求他在圣诞节前必须租额付款 不然只好把房子收回去了 小儿子不甘心地追着中介的汽车 却被妈妈无情地抱了回来 大儿子看到这一幕 就有了辍学去赚钱的念头 被母亲坚决拒绝 就算再难也不能苦了孩子 两个儿子都想知道 父亲去了哪里 什么时候回来 可都被艾迪探塞了过去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们说这件事 更不愿意面对丈夫离家出走的事实 想着想着 艾迪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作为一个女人 他太难了 大儿子要他去印第安人保留地 寻找父亲 母亲无奈只好开着车 漫无目的地打听 在给汽车加油时 艾迪也是数着钱过日子 多一分钱都不会给 可见其窘迫的程度 走着走着 艾迪无意在路边的旅店 看到了丈夫的汽车 他想进去寻找丈夫 却被告知要交五块钱的入场费 可是艾迪根本就没有钱 正在和服务员争执之际 一个胖女人米斯从里面走出来 静止开走了丈夫的小车 艾迪看到后 紧跟着追了上去 他想看看丈夫究竟藏在什么地方 米斯开着车七拐八拐 来到一个临终小屋 艾迪让他还回丈夫的汽车 还错误地认为 丈夫藏在屋里面 见米斯不搭理自己 艾迪对着房门就是一枪 米斯只好把车钥匙扔了出来 艾迪想用绳子把汽车拖走 可就这么一点简单的事情 艾迪也搞不定 米斯看出了艾迪的窘境 就骗他说 自己的一个朋友 专说二手车走私 说不定你丈夫的车 能卖上两千块钱 这对身无分文的艾迪来说 是个不小的诱惑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 让米斯带自己过去看看 不过艾迪还是很警惕 手里的枪时刻准备着 沿着树林的小路 一直走到了圣劳洛斯河 艾迪知道 已经到了边境线上 对面就是加拿大 如果把汽车 开到冰凳的河面上 就是非法越境 怎么说艾迪内心 也是遵纪手法的 可是面对米斯的再三怂恿 和即将到手的车款 艾迪先一横 一脚油门穿越边境线 两人直接来到了 河对面一家废旧修理厂 刚到那里 就走出来一个男子 男子似乎和米斯很熟悉 扔给他了一塌钱 在艾迪确认是1200块的时候 米斯点了一下头 最后 两个亚洲面孔的男子 钻进了汽车后备枪 艾迪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就要求那两个人下车 但却被米斯要挟着 赶紧开车走 显然这是在做 非法偷渡的行动 已经上了贼船 艾迪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两人顺利回到美国 可是不远处 却停着一辆警车 艾迪紧张地把车停在路边 担心东窗事发 米斯却轻车熟路 让艾迪只管开过去就好 一来艾迪是个白人 二来他也是个生面孔 警察是不会怀疑艾迪的 果然两人顺利通过 艾迪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之后按照米斯的指示 两人来到一家汽车旅店 街头的人再次给了一些两百块报酬 这趟活就算顺利完成了 艾迪觉得这钱也太好赚了 本以为米斯会给自己分点 那这却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主 不但不给钱还想把车也留下 艾迪自然不会同意 两人在车里一番争执 米斯看艾迪也不好惹 就拿着钱逃走了 艾迪不单吃了哑巴灰 还被打伤了脑袋 两手空空回到家 看到大儿子正在修理旋转木马 儿子告诉他 虽说有限电视费的人来过了 如果明天不能续交 电视也不能看了 这意味着圣诞节会过得很枯燥 艾迪开走了丈夫的车 米斯为了干活只好再买一辆 可是二手车饭死活都不卖给他 原因很简单 拿着二手车做着违法的买卖 警察自然会行事问罪 二手车饭可不想作冤大头 晚上米斯独自来到母亲的住处 她没有进屋 而是坐在远处的树上 静静地看着 房间里母亲正在照顾自己的孩子 没想到米斯也是一个单身母亲 而自己的男友在一次意外中 坠合身亡 母亲觉得米斯养活不了孩子 所以就强行带走了孩子 还不让他来探望 米斯把走私到来的钱装进罐子里 悄悄放在门口就离开了 又是一天 小儿子还在期盼着 能够早日搬进新家 艾迪也艰难挤出笑容答应着 可是看着他们的早餐 就知道目前的生活局部为奸 一杯很淡的果汁 外加一份爆米花 连最基本的面包和鸡蛋都没有 大儿子看着这一切 仍旧想替母亲分担一下 打算去兼职赚那外快 可换来的却是母亲严厉的责备 赚钱是大人的事 而好好上学才是你的任务 儿子们上学后 艾迪整理了一下心情 他这两年 一直在一家超市兼职做收银员 超市的老板 很早就许诺他做正式员工 可却迟迟没有兑现 他很想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来保障家庭的支出 老板一直拖着不对线 就是觉得他年龄大了 看着年轻小姑娘的嘲笑 艾迪是敢怒不敢言 下班后的艾迪 来到了米斯的住处 这次他带来了粗一点的拖车声 准备把自己的车子拉回去 可是想想自己那暗无天日的生活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结局 他鼓起勇气敲响了米斯的房门 因为他见识了帮人偷渡来钱的速度 所以就想和米斯合作 暂时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 一个有人脉 一个有汽车 两人一拍即合 开启了艾迪的第二次帮人偷渡之旅 这个时候 两人才放下戒备 相互知道了各自家庭的不幸 还是那条路线 还是那个修理厂 两人顺利接到两个偷渡者 也没有遇到警察盘问 不过艾迪还是忍不住问道 如果被抓了怎么办 米斯漫不经心的回答说 要么交罚款 要么吃三个月的劳饭 警察有时候也做一些违法工当 如果能帮他们走私一些香烟之类的 也能免除处罚 还是一样的流程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次的报酬同样是2400美金 可是这次艾迪多了个鲜眼 他把钱全部装在了自己身上 因为上次米斯并没有把自己应得的给自己 米斯没办法 也只好认栽 毕竟两人还要继续合作下去 这边电视收费人员已经登上门 在家的大儿子请求他们多宽限点时间 可是人家根本不予理会 在最后时刻 好歹艾迪盖了回来 看着母亲手里的大把钞票 大儿子觉得这些钱可能来路不正 艾迪慌忙说自己升职加薪了 再也不用愁了 破天荒地带着儿子去吃了顿大餐 饭后聊天时 艾迪知道小儿子很喜欢电视里一款玩具 但是相比起玩具 他更想给孩子们一个新家 圣诞节的晚上 艾迪找到米斯 打算接着帮人非法偷渡赚钱 在加油站加油时 米斯意外在便利店看到了女儿 女儿正在和婆婆吃薯条 她很想过去包包女儿 可却没有勇气迈出眼前这一步 远远地看了一会儿 便打算离开 没想到女儿这时惊人哭了 米斯虽然依依不舍 可终究还是走出了便利店 外面的艾迪看到这一幕 也是一脸无奈 这也许就是成年人的不义之处 这是两人第三次干这种事 可以说有点默契了 穿过河面来到修理厂 依旧是两个偷渡客 不过这次多了一个背包 艾迪就质疑背包里藏着危险品什么的 但是米斯显然不愿多管闲事 拿了钱就赶紧催促艾迪开车 半路上艾迪还是不放心 就把背包扔在了雪地里 当他们把偷渡者送到指定的地方时 女偷渡者大声哭闹着要他的背包 艾迪还一脸疑惑 觉得女子太过激动 当街头人说出背包里藏着一个孩子时 两人吓坏了 赶紧掉转车头来到河面上寻找 背包还留在原地 不过包里的小孩已经没了气息 米斯有点手足无所 艾迪却很镇定 他坚信小孩并没有死 只是冻僵了而已 随即抱起小孩跑进车里 打开暖气 还给他进行人工呼吸 他要想办法救活小孩 他知道孩子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车刚开上河面 不成想遭到警察的盘问 艾迪以为这次死定了 却没想到警察让他看了看坏掉的车尾灯 真是虚惊一场 两人也躲过一劫 当他们赶回汽车旅店时 小孩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看着母子团圆 他就大了 米斯回到家 不多时听到房门被东西砸了一下 打开门去看到了自己 之前放在母亲门口的罐子 里面的钱分文未动 他知道这是母亲对自己的无信任 艾迪回到家已经凌晨 小儿子已经睡了 只有大儿子还在等着他 当他看到圣诞书下的玩具时 质问大儿子哪来的 大儿子谎称是朋友送的 其实这是大儿子用诈骗得来的钱买的 此日警察找到艾迪 警告他不要和米斯走得太近 因为米斯是个走私贩子 艾迪此时还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 警察走后 艾迪意外看到房子的一脚被熏黑 就质问大儿子什么情况 儿子才说 水管被冻住 好水管时不慎染着了保温棉 这下看来房子是真没办法住了 为了尽快多赚点钱 住进新家 他再次和米斯去运送偷渡者 这次两人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首先是人贩子少给钱 导致起了争执 竟然把枪相想 导致艾迪耳朵受伤 接着被警察追赶 风不择路之下 汽车陷入冰壶 无奈之下 两人连同偷渡者一起藏进 印第安人保留地 本以为这次可以侥幸逃脱 子奈警察似乎是吃了蹭托铁了心 应要保留地的组长交出一人 来达到杀鸡尽活的目的 组长给出两个选择 一是交出米斯 他将被遣返五年没有商量的余地 也就意味着 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二是交出艾迪 因为他的白人身份 只用坐牢四个月 但是他的孩子 同样没人照顾 米斯首先站出来 扛下所有罪责 让艾迪赶紧回家 艾迪自然是感激不尽 可跑到一半 他又折返回来 都是做母亲的 他不想看到米斯 就这样失去孩子 晃起自己四个月后 就能出狱了 他把两个孩子 托付给米斯 就坐上了警车 米斯似乎在艾迪这里 学到了勇敢和担当 当天晚上就把孩子 从母亲那里强硬带走 大儿子也知道了 艾迪所做的一切 所以就选择留下了米斯两人 而大儿子由于诈骗老人家 也被警察口头教育 看着孩子们 坐在木马上高兴的玩耍 米斯头一次 露出了温馨的笑容 也许他第一次觉得 生活有了期盼 冰冻之河说的是 真实的美国 在金融危机下 真实的百姓生活 生活如此不容易 为什么还要生存 还要用犯罪的方式去生存 米斯为了孩子 艾迪也是为了儿子与家庭 但是这都只是表面的 深层点的原因是 不死去就要生存 而生存就要面对 发生在现实中的所有事情 并接受它们 其实生存就是我们 在任何逆境里的动力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